美國在2020年11月起 要求所有由香港出口往美國的產品 不能夠再標示為香港 而必須標示為中國 特區政府在2021年初 要求世貿爭端解決機構 成立專家組審理這個爭端 專家組終於在昨天 2022年12月21日公布了裁決的報告 報告是很明確裁定了 美國單方面實施的產地來源標記 規定是違反了 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4 有關原產地標記 最優惠國待遇的要求 是不符合世貿的規則 專家組今次的裁決 是對中國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的地位的充分肯定 在一國兩制之下 特區的獨特地位是國家透過基本法富裕的 特區政府歡迎專家組在報告 清楚反駁美方錯誤和毫無理據的觀點 在香港產品上標以香港製造的標記 多年來獲國際接納認可 這個既符合中國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的事實 和相關的世貿規定 亦都為消費者提供清晰正確的產地來源資訊 就今次的裁決 我已經去信美國貿易代表 敦促美方尊重專家組的裁決和建議 立即撤回其違規的規定 停止違反世貿規則 專家這個報告出了之後 如果美國是不同意 在60天內他可以提出上訴 在上訴進行當中 專家組的報告是不會暫時通過 我們都密切留意 看看美國會不會根據上訴機制作出上訴 而作出相應對的措施 卻是正確的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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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